铁盘上的鹅仔间 另一边是杨家排行最小的妹妹 接手帮忙淋酱汁 没有NG的默契 他们不只是工作伙伴 还是终身伴侣 他帮他姐姐 我帮我哥哥啊 他就在这家店就认识了 站在餐台前 指挥运作的就是陈家二哥 旁边帮忙打包外带的是杨家的三姐 两个人携手经营鹅仔间店 却意外帮自己的弟弟妹妹拉红线 二十多年前 陈景浩从新竹北上工作 和杨家排行老三的杨美珠是不孝同学 陈景浩还利用时间到杨家的店里帮忙 因此擦出火花 有一次是我受伤 然后住院的时候 他每天都来看我 那时候开始有点好感 之后陈家二哥顶下鹅仔间店 还让自己的另外两名弟弟 到店里一起工作 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他们也追随哥哥的脚步 和杨家姐妹结婚 杨家什么都没有讲话 我们就眼神啪大 就对了 很自然 就第一个反应 哇 他们就会问为什么啊 什么啊 然后就是一样啊 就是顺其自然 大家就在一起 最后二哥娶了三姐 三哥娶四姐 四哥和五妹 三对家偶 陆续在几年内完婚 奇妙的缘分 拉拢三兄弟和三姐妹 还让他们一起经营 鹅仔间店 甚至是住在一起 加上各自的小孩 目前已经是个 十九口的大家庭 情上加轻 成为地方传奇 TVBS新闻 综合报道